大家好 这里是玄游轨迹 我们刚才在路上走 看到这里有很多类似于洞穴的东西 它现在在广西的柜里 所以来了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这个洞穴 上面那块就有个洞 我们看上面好像还有 就是有人生活的痕迹 对 而且我们问了一下当地人 当地人说这个洞穴是自然形成的 在清朝或者什么时候 要早的时候 有很多土匪在上面生活 所以我们想看一下 土匪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对 我们现在准备爬上去 这个看着还挺高的 我们现在准备爬上这个坡去 我们现在站到这已经很热了 嗯 这都是烧过的痕迹 这以前应该是有植物 然后烧掉 我现在 这边怎么让它一直有声音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太拿手了 走 上到这个顶上来了 特别热 可能因为广西这边特别潮湿 而且呢 现在这里呢 感觉是有十层楼 十层楼 差不多十层楼这么高 光这个洞穴的高叉有十层楼 但离地面那就不止十层楼了 所以 二三十层楼了 我们爬这个 这个用了有十几分钟吧 这有一个铁门 但是门已经锁住了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人造的一些台阶 那些洞都是黑黑的 应该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这里生活 可以看到这个洞还是很大的 上面是那种鸟巢状 这应该不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应该是流水慢慢慢慢侵蚀出来的 从这儿上小台阶 还可以上到那个 里面还有一个洞 那个洞有多深就不知道了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面住几十个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看到这个铁门旁边的这个墙 是用这种石块跟 这个像是水泥 这个可能是建国之后 在才修的这个 家连站的左边这个 是以前自然的这个颜色 应该外面风雨侵蚀 时间长的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里面的话 你看这个石头 这肯定是后修的 修了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墙 你看家连有这么高 墙有这么高 这差不多有两三个家铃这么高 差不多应该五六米高了 你看下面那么低 这么高的地方 这个石头 应该不是从下面运上来的 如果从下面运上来 那太累了 有可能也是从洞窟里面开凿的 我们上到这个山上之后发现 对面的那个小山头也有一个 给我拉近点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那远处也是有洞的 这可能就是以前比较混乱的时期 建国之前的清朝或者什么时候的一些土匪居住的地方 这些洞穴应该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他们利用这个洞穴去居住 想想想哦 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占山为王 你看从下面 上到上面 这个坡度是非常非常陡的 然后这边如果再修一个什么防御的公式 基本上下下面的人想上来是不可能的 好那我们在游历完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要下山了 这个坡度还是有一点 走得慢一点 上山容易下山难 OK我们现在已经下来了 这个下山确实很不容易 那么高的地方我们现在已经走下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走下来了 谢谢观看